辣椒炒鸡需要放水吗? 这道菜适合家庭小锅小造作 炒出来的鸡肉紧实,鲜香味美 首先选一只公鸡,具体多大泥泥,我也不知道 但绝对不是老公鸡 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卖的都是这种鸡 要吃到笨鸡,出高价钱也不一定是争货 老家自己养的鸡另当别论 鸡斩好了,我们得准备辣椒 今天准备的是脆皮胶,也叫皱皮胶 皮薄而且辣 但是这种辣是温和性的,不是干辣椒所能替代的 老规矩先晾锅,再放入菜籽油 接着放入排好的老生姜和一小块辣猪油炒香 放少许干花椒,再放入鸡块,慢慢的扁干水分 扁干水分之后,然后顺着锅盐淋少许料酒,继续翻炒 炒啊炒,炒到怀疑人生的时候 这鸡皮都冒泡了就可以了 这时候放入黄豆酱,继续翻炒出酱香味 再来点橙醋和大蒜子 放少许生抽 就这样小火慢炒五分钟 放入脆皮胶炒出辣味 最后放点葱段,撒点胡椒粉 还有一件事拜托你们,我不说 放入脆皮胶炒出辣味 放入脆皮胶炒出辣味